這環境真的很舒服 不錯啊 所以有很多人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然平常還有人在這邊跳舞的 練瑜伽的 什麼樣的東西 學習的東西都可以來 明白 還有寫毛筆 而且我發現這邊的空氣流動 他好像是因為建築有特別設計 空氣都流動得很好 因為他很高嘛 你看一般的房子都是矮矮的 可是他那個很高 還有另外你看到這個柱室有沒有 這個石柱上面有沒有 是羅馬式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最上面的地方 所以這個匠師啊 其實他不僅有就是融入中國的文化 他有融入西方的一些文化 然後把這些元素都弄上去 他其實在龍山寺的時候 他還有用一些就是類似 文堅講是大白菜的東西把它包覆著 所以都是外國的形式 中西合併 對 中西合併 也就代表說他其實呢 這個可以看到說 他是一種趣味 建築的趣味 就是說他不是幾千年前 他可能就是對我們來講 有點近代 幾十年前 幾百年前 中西合併融合之後呢 發揮在這個建築風格上面 而且也不會顯得很突兀 對 這個就是他建築師的一種降心 對 那我們剛剛也聽到這個很大聲 因為我這邊可能有航線經過 是 因為松山寺廠就在這附近 然後一般來講 我們到那個 這個叫做池塘啊 或廟宇啊 他都有那個 那個有沒有 那邊旁邊有一個 拿一個集 拿一個慶牌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拿一個什麼 旗子跟球 對 就來這邊大部分都有這種含義 就是說我來祈求平安啊 祈求考試啊幹嘛 所以他叫祈求集慶 哦 所以那個拿一個旗子有沒有 然後拿一個球 拿一個旗子 拿一個球叫祈求 對 然後那個拿一個集有沒有 對對對 然後下面拿一個慶牌 對 所以集慶 齊求集慶 這個很有意思 這個不講我們可能就走過去也沒注意到 對對對 其實看到之後就發現有很多我們的這個 仙人的智慧在裡面哦 融合了這個非常吉祥的一些意思 是是是 好那老師我們就 哎對 我會了 要從這邊走 好 走 哎老師你真的不講 我真的永遠不知道 是是是 我就想說就是一個雕像 還有你看這個這個集慶 這個我們東西叫做膠紙桃 哦 這樣的膠紙桃啊 他是用低溫多彩的方式 是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所有的那個陶瓷的東西 你假如超過1200度以上 你會把顏色稍微把它破壞掉 對對對 所以他用超900度左右的溫度哦 是把它燒出來 所以他歷久彌新啊 甚至太陽照的時候都還保留 這樣好很完美的顏色 不過老師 當時要控制在900度很不容易哦 當然當然 當時也沒有什麼溫度計 是是是 也沒說瓦斯爐火可以調 這個叫經驗經驗的那個 可能燒出來不行 就不行了 所以在台灣現在有很多的匠師啊 他們會去做紀錄 然後因為你剛才講有儀器嘛 以前就是你要燒什麼新材 然後再什麼時候投放 那個溫度才會控制的剛好 這個也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早期能夠做的 這麼漂亮的時候都很困難 而且我知道膠紙桃好像很容易 因為他是膠疊的 燒不好就斷了 燒不好就斷了 所以他失敗率是非常高 也算是我們這個獨有的一個工藝 這個非常漂亮 好那老師我們往裡面走 那個門檻要注意 門檻要注意 老師我們這邊就算是大成殿了 是是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是看到自念的 因為大成至聖先師嘛 對對對 所以他其實每取一個名字 其實都不是那種 好啦這個叫什麼那叫什麼 都是有他的寓意對不對 對對對 好老師我們看到這邊 他這個邪魁又叫玉露嘛 對叫玉露沒錯 他這個好像是好像比如說祭拜的時候 對 可能孔子要出來 做教 抬上去 以前也是只有皇帝才有這個規格 對對對 連王爺都不可以 所以玉露就是皇帝的路 對 玉用的 玉用的路 對對對 然後他有時候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看到這些設計 有時候都會很感動的原因 你看 他這個東西啊 他怎麼不直直就切下來 這簡單嘛 對 所以他在製作的過程之中 他為什麼是這樣挖一個直角 對 你看這樣的話地震啊 或什麼東西他就不會裂開 哦 你假如說直接拋直角 對 這邊地震的時候可能就脆掉了 他就順著那個溫度就整個裂了 裂掉壞掉了 你看那個都保留很好 所以說這個 所以當初他設計非常用心 他知道說台灣位處在地震 很常發生 還有力學的東西他都把它加上去 對對對 因為我有看過很多宮廟齁 外面的玉露 他是整片裂掉 可能就是因為老實講的那個 他沒有力學的觀念 對 他那個蚊他就吃那個蚊就凹 就整個壓進去 就整片那個龍蚊都裂掉 就很可惜 難怪現在這個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 歷久彌新 對 玉露感覺他的龍都是很漂亮 他只有風化的痕跡 卻沒有裂痕 是 原來有這個考究 這個也是一個詢問 另外孔廟的時候 我們現在在928教師姐 然後我們現在叫孔子誕辰紀念日 對 然後他就會在這邊有六億舞 就是表演我們那個叫做祭孔的典禮 是 那就從剛才我們講說 從那個叛池那邊有沒有 就萬聖宮廟開始 過了那個叛橋 然後再過叛池 然後到了零星門 然後到宜門 再進來了這邊祭孔 所以主祭的大部分都是我們的那個市長 是 我現在還想主祭的是孔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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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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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祭的是我們的市長 就現任的市長 是 OK 所以老師剛剛說到的祭祀典禮 我記得我在電視上看過 就是他們也不是穿現代的服裝 對 穿的是這個好像古禮的時候 古代人穿的衣服 然後還會有這個羽毛啊什麼的 對 然後用古禮的方式來去做祭祀對不對 是 他是多久會辦一次啊 就是每年的教師節嘛 所以我們叫孔就是剛好 跟教師節在一起 那在早期的時候 其實我們今天講說教師節不是在 還沒有訂教師節的時候 當然是八月多的季孔 那後來因為訂928以後 我們才把教師節定位 在這一天也是季孔的典禮的日子 就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大家也不會忘記 教師節也不會忘記孔子 對對對 這也是非常的方便對不對 是是是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說 主要這個台子 就是他們在祭祀典禮的時候 他們會要用的對不對 是是是 然後這會鋪上紅毯 然後會有一般正常來講 我們講說815 815就88 64個人 可是因為這個檯面比較小 所以我們只有615 615就66 36個人 在檯面上跳那個義舞 然後剛才講說 它上面有一些地質的毛 表示一種尊敬 因為地質的話是很高級的 對對對 很少的那個稀少的這個琴淚 對 所以也是一種尊敬的意思 明白明白 好的 那老師這邊其實 除了我們剛剛聽到這些典故之外 其實它其實孔庙範圍也還蠻廣 還可以到處去看看對不對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就接 我來看大臣店好了 好 好 來來來來 我們到大臣店來看 我們看到地上的 連地磚都是很古樸的樣子 是是是 而且感覺好像是琉璃磚耶 它很漂亮 其實它應該是一般的陶瓷燒的啦 但是因為很多人來祭祀 然後整個環境的保留 然後孔子的觀念 你看一般我們到這些祠堂那邊 大部分都有塑像 可是你看在這邊我們只有 大臣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 對 沒有他的樣貌對不對 對 孔子他的概念就是說 只不與怪力亂神 所以他就沒有那個神像 所以說他就用這種 他的台位神位來表示他的偉大 所以他的概念剛才講的就是 上面是民國39年 那個蔣中正所寫的有教無類 是是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其實我們今天在台灣的教育 不管是從本來是初中 然後後來九年國民教育 這些東西都其實跟這樣的概念 有關係 還有後來你看我們現在看到 後來的那個不管美國 或其他國家 其實他都是學我們這個 有教無類的那個方式 來教育下一代 所以他在英文他們會講說 No one left behind in education 就每個人都要受教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他是Copy我們的 不可以有任何一個人被教育 給引路對不對 對對對 那這邊其實我們有看到 他前面就是應該是祭祀的時候 或者孔子要出來的時候 他有熏香跟燈籠 把他引路 這個也是非常的鼓勵 所以你看一下祭孔的時候 這一些儀器 他不管用獅竹 或者一些其他的皮革 都是天然的 他從來都沒有其他的附加物 所以表示說這個祭孔的時候啊 我們是用什麼 很環保的方式在祭孔 所以在古時候就用這麼環保的時候 我們現在都在鼓勵什麼 生態嘛 所以其實他都是用很傳統的方式 沒有添加任何的 也把環保的元素加在裡面 你看那個有個燈籠對不對 以前的話 大部分假如說你要到 我們今天講說到老師家去授教 你會提個燈籠 到老師那邊去 老師假如說希望說你成為他的學生 他會把你裡面的蠟燭點亮 你會提個燈籠回到家 表示說我被 陳文英老師當作他的學生 很高興回去去引爆 老師點了一個明燈給你的這樣子 可是你假如說老師沒有給你點 表示說你的那個 修行或者學習還不夠 你可能要再加強 請下次再來 或是誠意不夠 對對對 你自己回去想一想 下次再來看我要不要幫你點 這也是很有意思 所以說他表示說 我很多東西在文件講說 古時候有六個字 很重要教育的六個字叫做 撒掃應對進退 你假如說 會在家裡會把環境弄好 然後會應對 然後會進退 就表示你是開始學習的資本 所以說來這邊 就等於是來學這樣的東西 明白 所以等於教育是從家教開始 對不對 其實父母親對小孩子的 這個教育影響也非常重要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